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速递 我是曾珍 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要闻方面 美国机构报告表示说 伊斯兰教极有可能会成为世界最大宗教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3日发布报告称 从2010年到2050年 伊斯兰教人口增长率将达到73% 在本世纪下半夜 伊斯兰教极有可能超过基督教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 据统计说 穆斯林人口将从2015年的16亿增长到 2050年的28亿 其速度远超35%的世界人口增长率 届时穆斯林将占全球人口近三成 该中心预测即便是到了2050年 基督教人口将会占到全球的31.4% 仍是世界最大的宗教 但以穆斯林的高生育率来看 伊斯兰教人口超过基督教极有可能 统计也显示说 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穆斯林集中在非洲和中东 但即使在这些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 穆斯林的人口增长率仍是远高于其他宗教群体 同时相当一部分的穆斯林将要很快进入生育高峰期 这也将加速穆斯林人口的增长 澳大利亚悉尼枪击案致一人遇难 据外媒报道称 当地时间的4月23日晚上 澳大利亚悉尼西部的霍斯利公园发生了枪击事件 一名23岁的青年遇难 而凶手仍未捉获 警方封锁现场两边道路 从案发的23日晚12时开始一直搜查至24日早晨 路边随处可见调查人员 他们带着警员挨家挨户搜查 警方精神表示 他们仍然在推断案发周边现场的状况 但是目前仍一无所获 对于案件详情 警方尚未透露更多的消息 而霍斯利公园两个方向的道路仍处于封锁状态 调查队正在等待加紧的调查 香港西九龙公路今天早上发车 发生三车箱撞事件 38人受伤 西九龙公路近奥运站 对出位置早上发生了三车箱撞 包括一辆由元朗过海的屯八 38人受伤 事发之后 大批的村八乘客坐在路中心等候治理 有人伤势较严重 需用单架床和氧气罩送院 也有人未能自行离开村八 要在车上接受救援 有现场消息指出 村八司机一度被困 消防要花超过10分钟将他救出 司机主要是头部撞向玻璃受伤 而伤者分别送往广华伊丽沙白马加列医院接受治疗 意外发生在早上约八十半 一辆旅游巴士驶往西岁方向撞向前面一辆田螺车 尾随的泥头车收治不及相撞 因为意外关系三号干线来回方向交通大手影响 往西岁方向一度是全线封闭 车龙车尾到荔枝角公园 而村八司机表示 事发时车速并不是很快 梁爱施表示说修改具体正改方案是由政府来决定的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施表示 修改具体正改方案是由政府决定 似乎可否在人大8月31日框架下积极讨论 他说目前不见反对派有意思讨论 梁爱施在一个电台节目当中指出 市民对普选的诉求清晰 希望议员达成市民期望 如果否决正改方案会令市民失望 他还表示说除非形势有变 否则不应期望否决方案之后 下一次会有条件更好的方案 还指出特首选举要按照实际情况 循序渐进的进行 来看一下亚市方面 亚市4月准时出粮 亚市拖欠员工薪酬被劳工处 发出了204张船票检控 执行董事叶家宝设违反雇佣条例的38项控罪 叶家宝昨天指员工4月可以准时出粮 5月份薪金正在筹备当中 还表示说不希望再收到传票 劳工处曾对亚市持付薪金 发出了两轮票控 法庭早前众判亚市罚款38万元 叶涉嫌违反雇佣条例 即公司为例欠薪是在其同意纵容 或者是疏忽价造成的被控 他否认控罪 而储方上个月再向亚市集 叶家宝发出了各64张船票 检控其持付去年8月至今年1月的薪酬 亚市认罪罚款达到69万元 叶家宝表示既担心又不担心 县已经为员工加倍努力 不希望再收到船票 他还说亚市会有新的节目 立法会议员黄玉明也曾与他接触 提议重开龙门镇 希望透过低成本高效益来维持运作 关注完要闻来看财经资讯 来关注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 刚股的情况 刚股恒指今早高开0.54% 盘中中资金融股大涨横止跳水 截止到目前为止 恒生指数跌0.68% 跌186点 报27644点 国企指数跌1.83% 定265点 报14217点 内险股大跌 中国太平跌5.1% 新华保险跌5% 中国平安跌4.18% 中国人寿跌4% 中国太保 中国财险跌超过0.5% 而内银股下跌 交通银行跌3% 工商银行跌3.7% 建设银行跌3.5% 两地券商股下跌 华富国际跌超3% 第一上海跌超2.6% 海通证券 深淫万国跌超过4% 中国光大控股 中信证券 国泰均安国际 中国银河都跌超过2% 而博彩股反弹 美高美中国涨3.9% 澳博控股 永利澳门金沙中国的涨幅 都有超1% 银河娱乐 新豪博亚娱乐 涨超2% 而核电股 是回土上海电器 东方电器 中和国际的跌幅局前 中国北车H股增发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5年4月23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管理委员会推出的 关于核准中国男车股份有限公司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 根据该批文 中国北车与中国男车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合并 涉及的中国男车H股增发 已经是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次合并上代取得中国证监会 就本次合并涉及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正式出具的核准批文 另外如果在本次合并的交割日前 已经是取得了清洗豁免被撤回或者是撤销 则本次的合并将不能实施 公司将根据本次合并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来看一下中芯方面 中芯就专利问题向华为宣战 华为否认实用 一向奉行中庸之道的中芯通讯 近日向竞争对手华为就专利问题高调宣战 4月22日中芯通讯独立手机品牌努比亚 智能手机官网微博发出了 称为华为荣耀plus 2 以及刚发布的华为P8 中采用的算法是自主研发 已经申请多项专利 对于华为的说法 昨日努比亚再次发声明表示 以努比亚专利为基础 做出的算法技术方案 或者是参考借鉴努比亚专利 再去申请多项专利 都是建立在使用努比亚专利的 前提条件之下才实现的 这些算法或者是专利 依然是被努比亚专利所涵盖 所以友商的使用行为仍涉嫌侵犯努比亚专利权 并且中心声明认为说 已经是申请专利和取得专利授权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这是玩文字游戏混淆是非 也是并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旅客消费放缓 香港第一季度零售业失业人数上升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在4月23日公布了最新数据显示 香港今年第一季度也就是1月至3月 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维持在3.3% 与去年12月至今年2月的数字相同 但是建造业和零售业的失业人数有所上升 零售业方面今年第一季度的失业人数 由去年的12月至今年的2月的1.57万人 上升到了1.88万人 香港工联会旅游联业委员会副主席邓家彪表示 今年农历新年以来 旅客数量零售销售额 酒店入住率明显下跌 而所谓的反水祸客的暴力行为激烈 令业界非常担忧未来是否会再度发生 赶克行为 最终会将影响到经济情况和就业 令香港人自食其果 而香港所谓的反水客活动行为严重损害自身生育之后 内地非内地访客旅游数量也是全线下跌 香港旅游、零售、酒店和饮食等业界人士 此前也曾发布联署声明 指赶克恶果显现 如今为2003年非典之后最严重的情况 恒地减持银态套2.64亿元 港交所数据显示说 恒地本月20日于场外以平均每股7.3元 减持了8800万股银态商业 涉及的资金是达到了6424亿元 好仓持量由6.79%下降至了2.74%的 务须披露水平 不过恒地主席李肇基则于上周五 于场内增持了24.5万股恒地 平均每股作价为59.176元 涉资超过1449万元 恒地及盈泰昨天并没有回应接货者的身份 而恒地是于10年10月入股盈泰 当时的盈泰百货斥资超过16亿元 购入恒地在北京的三个商场股权 以新增股票形式支付 作价为每股10.92亿 而新发的1.47亿股 令恒地持有当时的盈泰7.74%的股权 并有权提名恒地副主席李家杰进入盈泰百货 担任非执行董事 市场曾冲进两大集团互有合作机会 市场除了关注恒地减持原因之外 也关注谁是接货者 盈泰大股东兼主席沈国军 与阿里巴巴主席马云正在合作发展电商 去年阿里巴巴提出了 已超过53亿元分别认购盈泰 9.9%股权及可换购股权债券 港交所数据显示 记住该批债券涉及的股权 阿里持盈泰约32.07% 略低于沈国军的32.33%持股 而整项交易者算盈泰 美股成本约7.53元 关注完所有的要闻资讯 来关注现在香港的天气 香港现在平均气温是在 20-80度左右 大致天晴 谢谢观看这一节的新闻速递 请留意其他精彩节目 请留意其他精彩节目